时间悖论到底能不能打磨 如果我穿越回30年前 去买彩票 那么这能不能改变我未来的生活质量吗 这种猜想将会在本剧得到答案 在2017年爆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 造成全球70亿人失去了生命 在30年后的一天里 科尔在废弃的疾控中心 发现了一段录音 DDC stations The plague starts with Leland Frost The true architects of the plague Please call 录音中提到了科尔 所以科尔有幸成为了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 而其中的莉兰 变成了改变未来的转折点 只要干掉病毒的缔造者 未来就不会爆发瘟疫 在卡西中情局朋友的帮助下 查到莉兰真名叫厄多斯 是一家生物公司的老板 并且今天晚上会在一场宴会中现身 两人立马驱车前往 科尔也没想到这次任务会这么简单 卡西很好奇 如果杀了莉兰 科尔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I'll be erased And then what about the future It'll be rewritten And there's something better The plague will never have happened My time will be gone 很快 两人乔装打扮一番后 成功混进了宴会 很快就在角落里找到了厄多斯 科尔迫不及待的就要干掉他 无奈周围保镖太多 科尔还是功亏于愧 两人被厄多斯当场擒住 厄多斯似乎认出了科尔时空旅客的身份 因为他在1987年曾见过科尔 当时科尔正在寻找一个叫做十二猴子军团的组织 28年过去了 他的容貌竟然一点没变 科尔却很疑惑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1987年 厄多斯很聪明 猜测之所以科尔想杀他 肯定是在未来他做了什么伤天害领事 所以他想知道未来的情况 见到科尔不回答 于是厄多斯便决定将他关在这里 这样的话科尔也就回不到1987年遇到自己 看一看时间悖论会不会被打 说到时间悖论 科尔提出让他见识一下 厄多斯欣然接受 于是科尔将未来与现在的两块手表放在一起 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 过去与未来相遇 导致时间流速开始放慢 所有人的动作就像是加了慢镜头 只有科尔没有受到影响 他扛起卡西就向外跑去 刚跑出房间身后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厄多斯侥幸没被炸死 提枪追了出来 连开竖枪没有打中两人 最终伤势过重瘫倒在墙边 科尔上前没有犹豫 直接开枪干掉了他 他死了 你还在这里 按理说随着厄多斯的死亡 未来世界将会被重组 关于他的一切都会消失 包括科尔 然而科尔还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也就是说 未来并没有被改变 看来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